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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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一 不只動作 整齊畫一 眼神抓鏡頭 能力同樣 一等一 多達42位男團選獸節目選手 來自臺韓日馬 等國家 特別的是剛見面 就朝夕相處 住一起 培訓地就位在南韓波洲市 半山腰的大學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陳泰 我是五歲 大概一歲的時候就是住在台北 但是我是全日本人 那些人都學習了 他們都學習了很多 誰學習了 語言不通 拼拼湊湊 比手畫腳總有辦法 有的年紀少長 先前就征戰過選秀 來自台灣的李正浩 更是藝人張軍寧的愛徒 第一則就是軍寧姐自己 在工作空檔的時候 拍攝的影片 就是被騙了幾滴眼淚這樣子 比較高難度的舞蹈動作的時候 然後我的腳就翻船 他跟我說韌帶絲扯什麼 我現在就是吃止痛藥跟消炎藥 方式比較極端 但可能也是考量 會跟不上每天紮實的訓練 跑步練體呢只是基本小菜 這裡零休假 還會管控使用手機 軍事化的寄宿生活 聽音樂 打桌遊 成為彼此最大消遣 而出道住宿空間 這一間是八人房 先看到旁邊是他們一整排 都是他們的平常儲物空間 接著鏡頭在跟著我旁邊走 這邊則是他們平常盥洗的空間 馬桶跟淋浴空間都有提供 此外在後頭是他們的臥室 一間會有兩個床架 一共會有八個床位 平均粗步這樣的空間下來 大概有10到15坪這麼大 嗯 非常有年輕男孩宿舍的模樣 這新路確實不好走 但文家文大也是藉此提醒 成功並非 只靠偶然 記錄尋 李建偉 陳怡然 張孟軍 南韓秀二 參謀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